昨天中午已经建造完成的哈姆克砖跨随滨铁路特大桥迎来了转体河龙的时刻 两座重3600吨的大桥分别在原地转身用时一个小时转体成功 哈姆克砖跨滨随铁路特大桥位于哈尔滨市阿城区平山镇境内 为了不影响现有的滨随铁路运行 施工方严格控制着工地与铁路间的距离 连一根可能导电的钢筋都不能搭到铁路上 为此现场设置了临时铁路道口 而两座大桥在平行于现有铁路建造完成后迎来了转体的时刻 中午12点15分 随着一辆正常行驶的货运列车驶过施工现场 为了保障顺利转体 随滨铁路平山至小岭段开始双向封闭 这次转体的两个桥墩是大桥的6号和7号桥墩 工人们需要抓住滨随铁路停运这段时间完成施工 因为这项技术已经很成熟 所以转体工作顺利展开 而这也是哈姆客运专线上 五座需要转体的桥梁中 第一个开始转体施工的 下午1点20分 6号以及7号桥墩全部完成转体 并与其他桥墩连成一线 下一步 施工方还将完成两个连击梁之间最后的合笼施工 封闭的滨随线铁路在下午2点恢复通车 建设中的哈姆客运专线连接哈尔滨和牡丹江两座城市 设计时速每小时250公里 全长292.9公里 未来哈姆两座城市间的路程将缩短至一个多小时 整个项目预计在2018年年底竣工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